监控隔山岔五的烧电源 做监控的师傅说换了品牌的电源还是烧 让我过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像这种烧电源一般是电压高了才会烧 所以要去厂里看一下电压是不是高了 来到这个小工厂 老板刷过我的视频 就是希望我能找出烧电源的真凶 给双方一个说法 直接来到擦监控电源的地方 电视都擦了擦牌 电脑啥都没事 没事 那就测一下这个电源 220的电源是不是高了 电压230LV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这个电压不会烧电源 它如果电压异常 它烧的不单单是监控的电源 这些电脑啊路由器啊等等也会烧 目前来看这个电压还行 就是有小小的轻微的波动 那您说这怎么去找原因呢 现在都正常 既然这里看不出问题 那就往上一级看一下 能不能发现问题 他们厂一共两路线 一路是办公室的用电 一路是车间的用电 那就先看办公室的用电 监控的电就是从这儿接出来的 上炕 正当我疑惑 为什么电压正常会烧电器的时候 女主突然说了一句 前两天家里的灯莫名其妙地烧了 这一次灯莫惑不是咱们的问题 那就是那个供电锤下面那个线锁了 啥时候烧的 咱是跟灯个没有关系 咱是突破 不是夹了这个问题 供电锤那个烧了 你发现灯烧了以后 发现供电锤那个线烧了 对对对 在哪地方烧的 在盖上 对 这箱电压怎么那么低 好低 红线这一箱 红线这一箱就是你用的这一箱 怕就是低啊 这一箱电压正常 正常 红线 这一箱电压低 这一箱还在降啊 会不会在下面实践 一会高一会低 一会高一会低 有关系 就是说这个电压 一用电就低 也就是这路线须 这个地方往上走 往上走 走 下来后应该有点表 这就是从盖上下来的电压 这就是从盖上下来的电压 电压线和电表箱 他们说下来这个电压线是新换的 找了个梯子可以上去看一下 很明显这个主灵线的接头是新接的 在盖上主线的位置 灵线烧断了 所以他们换了一个新的电压线 那这样看这个原因就找到了 就是灵线虚接而造成的电压过高 而烧坏电气 这是我们很常见的故障现象 而电表的出线端 电压都很稳 都是230伏 三项火线与灵线都一样 电表这一块的电压都很好 为什么到了工厂以后 电压会变低呢 这个地方都好 这个地方都好 没搞明 没搞的 我那个意思是说 这个电压线是直接进去卧室的 还是直接进去 这个地方我是在扛的 就扛的 跟你厂房没有关系 跟我厂房那个线也是一个人线 那中间还有街头 对 中间有街头 街头在哪呢 街头在地 都是往不下的 电缆线在地下有街头 还是铝线 导致电压异常 在侧间可以测一下对地的一个电压 一只标比接地 另一只标比分别测量 这三项电压对地电压 对地电压 都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说地下街头 零线还是有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这个的需要把地下的街头挖出来 重新做一下 这个他们自己来干 像这种烧坏电气的故障现象 对这种三项四线电路 首先考虑是阻灵的问题 阻灵线续接或者是断开 会导致烧坏这些220的电路的电气 一般在现场判断这种故障 最直接的就是用弯表来测量 这些220的电路 电压是多少 有的300多伏 有的200多伏 有的100多伏 这个时候 再用电笔来测量零线 带不带电 零线有可能带100多伏 有可能带200多伏 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判断 是阻灵续接了 你像这三项电三根火线 黄绿红 两两之间是380 两两之间是380 如果你像这些是220的电气 再用电 所有的零线都接在零线牌上 都接在一起的 就相当于这个零线和这个零线连在一起 这个零线和这个零线连在一起 如果主零线断了 主零线断开了 你像这一根火线 它通过 空开进入电气 然后通过电气回路 通过零线 回来形成回路 对吧 这一项也是 绿项也是 红项也是 如果主零断了 它形不成回路了 它和谁形成回路 它就相当于 它和它之间形成回路 火线和零线行不成回路 然后从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就相当于它们俩之间 在这些220的电气上形成回路 这个不大好说 这一个是三项之间 如果零线连在一起的话 它们是形成一个回路的 形成一个回路的 所以说如果主零断了或虚接了 220的电路 它上面的电压不再是220V 有可能是100多V 有可能是2780V 有可能是380V 都有可能 所以说100多V的电气 这个灯会闪 它是带不起来的 250V这个电气 它正常使用 300多V的电气 它该烧了 这三项负载不一样 它上面的电压也不一样 就是这两个线之间的电压也不一样 它有的高有的低 所以说当零线虚接以后 有的电气会瞬间就烧了 有的它不会烧 在线上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 好了 就简单给大家这么聊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谢谢您的观看